推着婴儿车需要建务人员帮忙下车 再往旁边看排队乘客一个个跨步踏进车厢 这月台间隙的高低差似乎有点太逼人 从上面到这里有一个下车 所以我们在这边上车的话 其实是会有很大的一节台阶 才被中国称为亚洲最大高铁站之一的杭州东站 正式启用了11年 但最近却有乘客抱怨月台两端出现明显下线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 有民众排下进站后的列车 越往尾端间隙越大 就连月台也出现小坡道 幅度还多达40公分 多快和乘客膝盖一样高 不管是拿行李还是上下车 全都相当吃力 网友也留言指出自己曾经也差点摔下去 问题过去就有反应过 当时还被辟谣 更有人嘲讽这下高铁简直就像是在跳水 虽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 也曾公开招标试图重新整治 但似乎未见改善 只能不断多次提醒乘客 在新闻黄泉报道